厨房里正在烧饭 这是贵州一所幼稚园 画面右上方的瓦斯桶突然翻倒 由于瓦斯管脱落 瓦斯大量泄漏 不到几秒的时间 瞬间起火成了一个大火球 厨房里面好大的火 我跑到了后面 去南边火器去灭火 为了怕火势 延烧幼稚园立即疏散小朋友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而同样也是一起意外事件 广州一对母子搭乘电幅梯时 小男童的脚突然被电幅梯给卡住了 正常大人就会这样 跨上来 他由于他的小孩不懂 而且那个大人也没有说 有意识地把他抬起来 由于他那个布鞋就很薄 一拉就拉进去 好在电幅梯的安全系统 自动关停电梯 等待救援人员破柴之后 小男童只受到轻伤 记者综合报道